高雄我支持霸函三十 穿著白袍 他是八一氣爆自救會長陳冠榮 自拍影片立體霸函 我們不再為了剛剛 那個陳哲人感到驕傲 相對的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說我們這次高雄人 往往是帶來的是一頓大嘲笑 陳冠榮說以前以高雄為榮 現在講到是高雄人都被笑 原因就是市長韓國瑜 在高雄裡才待了短短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所有的建設都還沒做 甚至就算他自己宣稱有的建設 事後也都證明是一個大謊言 身為高雄我們分外不能原諒 這樣子一個打混的市長 不能原諒打混市長陳冠榮拍影片 呼籲市民連署 罵免行動進入第四天 回收的連署書也越來越多 公平割草行動統計到二十九號晚間八點半為止 收到七天兩百三十八份的連署書 weekend的連署也曝萬 現在還過幾萬縣市 要提供不能回高雄連署的高雄人 也能參與罷免 結合全台的一個民意代表的部分 去做一個提供給北漂或中漂的高雄人 預估的話會在七月十五左右 來公布整個一個連署回收的一個部分 大概就可以達標了這樣子 歌草行動發言人說 目前連署期望踴躍 有信心七月中可以通過第一階段 超過三萬份的門檻 公平團體自發行的罷函行動 也獲得越來越多認同 三星邱雜陽黃佳平高雄報導